中登世界名人录 不韵证著作三本 连续四年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 富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 更安心 欢迎再回到 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 谈的是如何植入胚胎 那么现场为您邀请到 特别来宾是妇产科医师 蔡峰博蔡医师 好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几段的这个VCR 我们请蔡医师来帮我们做说明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植入胚胎 植入胚胎为什么要看 首先我们一定要核对 我们就一定要核对正确的人 佩戴放到正确的子的位置 所以即便是比如说 今天杨小姐来这边就是管婴儿 挂着锁签 我还是会对着杨小姐说 你是不是叫杨琼宜小姐 那有时候病人会瞪着我 所以就说你明明知道蔡医师 你明明知道我叫杨琼宜 你还叫我 这个就是要让她 是我叫杨琼宜 有很多病人是这样子 我在医院的时候 有时候一紧张 你是不是蔡康婆 明明你是杨琼宜 是是是 会这样子 太紧张了 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请她把名字念出来 你叫什么名字 杨琼宜 首先也是杨琼宜 这是我在植物配的 是看三波 你看两公分刚才三波 所以透过这个超音波的植入 这个放进去的位置 就可以看得很准确 很重要这个太重要 再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 都不为过 对下一张 好下一个影片 那这个是embryo group 你看这个真的有这个东西 这是Vitual Life公司做出来的 在北欧一家公司做着 embryo胚胎 grew强力胶后粘胶 所以胚胎强力胶 其实它是一个粉状的 白色的粉状 然后在做植物之前再调 那已经调好了 对 它已经调好了 那embryo group它本身呢 它是一个commercialized的东西 就是已经商业化的 以前我们还自己泡 那embryo group蛮贵的啦 做贵的 它第一个它稀有 第二个它要进口 所以有些医院是 不是每家都有医院 所以你不要今天看我这个节目以后 就去跑去跟你医师说 我要佩戴强力教你 小心爱骂 对 我们看下段VCR 是 每一家有每一家的做法啦 对对对 这是我们院士管宝宝会来 亲生我们的一些蛋糕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不是士管婴儿啦 士管宝宝或者是说自然怀疑 每一个宝宝都是 父母亲的心甘弱啦 而且是经过努力而得来的 对对对我们彰化一个乡亲 那边有一个现在正在 一家一切中心正在跟士神搏斗的 而且换年外我们也在这里祈祷他 所以其实说对于每个父母来讲 每个小孩子都是他的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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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疼爱的心甘弱 所以只要一个小孩子 不管他是士管宝宝诞生的 或不是或自然怀疑的 都很宝贵 我们都要非常照顾 是 对虽然看起来都很可爱 可是你知道这些可爱的宝宝背后 他的宝宝妈妈要发挥 非常辛苦 最好的心思 体力痛苦跟金钱 还有这些 你现在看到小孩子全部都是士管宝宝 还蛮多的 其实我们一人要办这个活动 有时候不是1%到10%回来就脱效了 很多士管宝宝成功之后 他们不太愿意 让人家知道 这个是尊重 所以我们说士管宝宝 士管宝宝 但是你现在这个社会风气越来越开放 其实越来越多人是觉得说 德国有份统计就是说 在2004年前球有180万个士管宝宝诞生 其实目前为止统计 初估大概是300万个在地球产生 那大概有 在2004年 大力金头显微注射的士管宝宝 大概有80万 目前为止的健康 大致来看 300万个的统计还OK 但有一些零星的报告 好像暗示士管宝宝有一些状况 但是这些证项都是 试量不多 所以还没有说证据非常的清楚 不过目前为止大致来讲是OK 我们看一下那边西亚 好 这是我们在直视配台 直视配台你看 都一定是看着超音波 这是我在直视配台用的超音波 那直视配台 我是蛮依赖这台 那个 超音波 非常清晰 那我就可以很清楚 算准那个胚胎距离子宫顶是2公分 那位置 好的胚胎放到正确位置就成功了一半 有时候我们会想想 病人也会这样想 就是说 诶 这个胚胎可以在实验室涨涨涨涨涨 涨到第三天涨到8个星期 它是活的嘛 那你这个活生生的东西 你只要如果说 非常小心翼翼的 把它放到子宫里面去 那它没有理由不继续生长嘛 所以 如果说你把活生生好的胚胎 放到子宫里面 而没有生长 你可能要去反省一下 这个过程有没有问题 是 你会不会是在这个东西 有瑕疵而导致配台 没办法坐床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人 可以努力的 是人定胜天 你可以去 因为你的小心 你的咕咕摸摸 你的追求细节 你的追求完美 而让病人成功力增加的 我们看下段片戏 好 出港宝宝双胞胎 所以有时候 有些病人或者是说我的同仁 会说差异是怎么那么咕摸 那我有时候会告诉 我的同仁就是说 因为我们必须要 病人摆第一 病人的成功力摆第一 那这个 这些细节的要求 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病人 最快的适度怀孕 不要多做一次 如果说他可以一次成功 就做一次 如果两次成功就做一次 尽可能减少他们做的测试 第一个室管婴儿要花钱 那肩膀要不要挤肤 然后又要 一个室管婴儿 他承受的那个肉体 心理的压力有多大 有些甚至是 瞒着家里的 公公婆婆来做的 那这种情况下 他又要承受成功失败的压力 又要花钱 那又要背着家人来做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是尽可能 让他在最短时间的怀疑 这个是 这本来就是医师应该要做的了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幻灯片 那直日前后有人说 要不要刑房 好像有些人说 呃 配合幻灯区 你还刑房 这样子不是去得到 有些人就说 直日配合前后刑房 只增加成功力 他们的理由就是说 今天好像有些成分 可以增加配胎的发育 那你如果说接着刑房 OK 你就刑房 那你如果觉得刑房 会影响成功 你就不要 那这个研究报告是 可以增加成功力的 下一张 好 所以总之 可增加四管硬盈成功力 有这五样 第一个 事先模拟好 下个要做四管硬盈金 这个也先模拟一番 第二个 这个管子最爱是软的 不要用硬的 那个管子有硬的 那第三个 用超音波导引 可增加成功率 第四个 记理子宫领两公分 第五个 直日配胎之后 设法让子宫颈夹紧 那这五个是 已经有 经由我们医学上的 Meta Analyse RCT的研究 证实这五样 可以增加 这管软的成功率 那我一定在一再强调 就是说 不管医师 不管病人 直日配胎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病人常常会 忽略这一个 你好的配胎 如果说 医师很无误的 放到配胎 就成功了一大半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 蔡医师 那病人怎么知道说 哪一个医师 他的植入配胎的技术 是不错的呢 我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植入过程 过程很顺利 那你没有痛的感觉 很顺利 那也没有说 那个医师放进去 然后 随之又 等一下 再放一些 等一下再放一下 那基本上 这个大概就是OK了 那当然 整体它反映到的 就是说 这家医院的成功率 所以如果说 这家医院成功率高 那你可以 你可以回推 它的直日配胎 过程一定OK的 你不可能说 直日配胎的过程 不OK 然后得到一个 然后成功率又高 不可能 所以你可以看成功率 或者说你整个过程 有的医院 有的病人 已经做了很多家 很多家医院 试管婴儿 那它可以比较 这家 比较过了 这家的ET的感觉 跟这家直日配胎的感觉 怎么样 那病人可以感觉 对 是 好 那么节目最后的时间 我们请蔡医师 来帮我们最后结论 再好的配胎的品质 都经不起 一个不失败的 直日配胎的过程 比如说 所谓失败 就是说它造成流血 或者是经济子宫缩缩 所以为了要确保 你好不容易培养 出来这个好的胚胎 整个直日配胎的过程 要非常的Smooth 非常的不痛 非常的不流血 非常的平顺 非常的迅速 那这样成功一半了 是 好 我们今天呢 非常感谢蔡医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提供给观众朋友 这么多的知识 谢谢蔡医师 也是各位早日求止成功 好 在这边呢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 祝你好一节目 我们再会 再怎么好 品质的胚胎 如果没有好好把胚胎 直日 它应该去的位置 也有可能导致 四管婴儿失败 好的胚胎 直日包括 医师的技术 位置 以及经验 致你找日求止成功 有点资金 词医師的技术 词医师的技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